聽蒲哥 是 是好多人都認識你 那 怎樣 不夠出名 出名 但 買東西都要付錢 遊戲心裁 遊戲心裁 YEAH 隔一個星期 又見啦 這次Tempo哥直接被人拘捕了 就昨晚凌晨12點多 他和朋友在旺角石油街一間報紙檔 說要買兩包煙 不付錢不但還穿穿公話 你不認識我們嗎 我們買東西要付錢嗎 接著就發爛踢報紙檔 幸好當主有朋友暗中幫忙報警 搞得要出動西九龍衝鋒隊 Tempo哥見到警察還想說 先走啊 先走啊 下次再買吧 當然不行 他和兩個朋友跑兩跑 就被人抓到 上麥葉 搭警車 回警署 最終他們涉嫌勒屬被捕 案件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 消息說被捕男子45歲姓劉 自稱Tempo 另一個男子30歲姓梁 他還涉嫌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至於時主報紙檔檔主54歲姓王 已經在旺角擺檔很多年見慣世面 都說認得Tempo每隔一兩個星期就來 就知道他喜歡自吹自擂 我們今天都去附近的報紙檔問過 說平時都會見到Tempo哥出現 有時給錢買煙 有時會說沒錢 有時又會見到他在老麥 或者街邊睡 沒家回家 江湖傳聞Tempo哥現在無業 有吸冰毒習慣 家人都不會找他 關係很惡劣 他有20個案底 藏毒 偷竊 爆竊 車內爆竊 傷人 罪賭 報假案 偽造文書等等 聽說年輕時是跟佐敦勝和沙昭 但沙昭覺得他傻傻地就不要 現在就沒有跟人 有識他的人就說Tempo哥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好精靈 現在有時都會好好人 但就沉醉於90年代的黑社會 有時就突然跳劑 好像回了90年代一樣 都懷疑跟吸冰毒習慣有關 搞到傻傻傻傻 這次一別 不知何時跟Tempo哥再見呢? 有時後有了 我看老婆 要是破壞了 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